疫情的關係 所以快煮的部分的話呢 是直接煮他們的 領隊導遊 不會跟你說的是 領隊導遊 不會跟你說的是 今天要跟他分享 我們帶團出去一定會做飯店裡面 哪些東西我們自己領隊會用 或者是不會使用呢 然後還有可以帶走 跟不得帶走的東西 好那你要先分享嗎 你哪些東西敢使用 或者是不敢使用嗎 這邊的話呢 當然就是我們住飯店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當然就是要洗澡睡覺休息嘛 那最重要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在我們洗澡的時候 毛巾你們會用嗎 你會用嗎 我說實在的部分 我都是會自己自帶毛巾 就是我會帶兩條至三條毛巾這樣子 帶這麼多條喔 對啊你要擦頭髮的啊 然後擦身體的啦 我的毛巾比較小 對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會帶兩條至三條毛巾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交換使用嘛 那這邊就是 我是不會用飯店的毛巾啦 因為飯店的毛巾的話呢 或者說實在是有一點點可怕 就是 上百個人上千人用過嗎 不只上千吧 那個飯店 欸上千很少耶 如果說你是那種五星級飯店啊 或者是 不論啦 就是飯店的部分的話呢 他們一定是 有可能一個晚上就是用一次了嘛 那這邊的話呢 他們毛巾的部分的話呢 一樣是回收再利用的 就是洗過之後再給下一組客人用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當然 也要看他洗得乾不乾淨 然後就是上面的話呢 會不會有任何東西 我真的有曾經看過 而且還是五星的飯店喔 那他的那個 就是大毛巾的部分的話呢 我真的有看過 人體毛髮 對 就是在毛巾裡面 所以我就是更加確定 就是我真的是不用毛巾 喔 我自己是看情況 我會自己 自己戴一條自己的毛巾 但是我會 入住飯店之後 我會看 自己先看一下那一條毛巾的狀況 如果看起來還行 我就會直接使用 因為我覺得自己 用自己的話 你就是有時候如果沒亮乾 反而他會臭 嗯 我就是對啦 就是所以我現在的話 我都是先 進房之後我就趕快洗澡 然後因為要亮毛巾 讓他有更多多個十分鐘 對對對對對 所以我進房的話呢 基本上沒什麼事情 我就會直接去洗澡了 所以毛巾的話 他是會使用 他是不會使用 不會使用 但是我都自己戴 看情況使用 對 或者是很偶爾的時候啦 就不要說最後一天了 明天可能就是 已經要打飛機離開了 不夠時間晾乾 不夠時間晾乾的時候 我就可能就是會看 還是會看一下到毛巾狀況 如果OK的話 我是會拿來 只是擦頭髮而已 但是身體的部分的話 一定是用自己的 對 但是飯店裡面有一樣東西 我是絕對不會使用 就是筷子糊 筷子糊 為什麼你不會使用 如果說是想要喝熱茶的話 那怎麼辦 就是反正出去就是不養生一點 因為 筷子糊就有太多的一些傳聞 就是 尤其像之前疫情期間 可能有的人拿來煮 你說這個筷子糊嗎 沒錯 對就是 可能有的人會在裡面煮 比如說消毒一些自己的 一些個人物品啊 就是不是吃的喔 就是一些個人物品 我就會覺得 有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 裡面的東西有放過什麼 而且有時候 你那個筷子糊一打開 就是下面的水垢 你不要說有其他異物好了 你就說光那個水垢 有時候就看起來 有一點厚 就算是好啊 要什麼高溫 反正你也煮水吧 水也煮沸而已 可能也都消毒 可是我就覺得 算了還是喝品妝水 還是喝品妝水 對對對 就不一定要喝熱水了 我是有聽過啦 但是我是沒有實際 就是真的是有看到我的團員這麼做 但是我有聽過其他領隊 是這麼說的 就是因為之前疫情的部分的話 當然相對來說比較嚴重 因為我們有三到四幾年左右的疫情嘛 那疫情之後的話呢 就是四年之後 大家真的很想要很想要出去玩 然後但是的話呢 又怕說到底有沒有病毒啦 然後因為飯店的部分的話呢 可能每天都有新的人來住嘛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有聽過其他領隊說 就是有人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所以快煮的部分的話呢 是直接煮他們的襪子 對 煮襪子 對 就是因為要消毒嘛 因為不知道有沒有就是 嗯 要消毒啊 就是細菌的部分的話呢 才會比較少嘛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有一些 就是或者是內衣褲啦 之類的 就是可以拿下去煮一下嘛 消毒一下 就是至少病毒不會來 哦 好啊 所以我覺得聽到這件事 都更確認我是覺得不會使用的 對 如果我 這部分的話呢 我是還OK 就是我的話呢 會其實我會先煮過兩次 當然的話呢 就是以防這個 這個 那你會先刷過嗎 刷的話是不會 但是我 會煮兩次 對 會煮兩次 就是一樣是去那個 房間裡面就是裝冷睡 然後下去煮 然後我會煮開兩次之後 第三次的部分的話呢 才會引用這樣子 哦 嗯 好 OK 好然後像 牙刷牙膏部分 就是其實現在蠻多個國家都已經在推廣 就是減少這種一次性的牙刷或牙膏 所以像我自己習慣我都是帶自己的啦 對 因為我覺得 就是第一也可以減少垃圾啦 因為每一次住 如果你每住一個飯店 你都在開一次它那種一次性的牙刷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蠻浪費的 我都帶自己的 我也都會跟團員說 其實我們自己有的話 我們就自己從台灣帶 或者是我曾經也有聽另外一個領隊 他是跟團員說 好 如果你真的沒有帶自己的牙刷 那 譬如說我們第一天 住了第一晚的飯店 你開了那一個 那我們這一趟可能五天 你就用那個 對 就不要每到每換一個房間 或隔一天你就直接再開一個新的啦 對 這樣子也是比較環保啦 因為現在都是強調ESG嘛 環保 然後就是拯救地球 對 那當然就是剛剛也有提到說 我們這一集也會跟他分享說 到底哪些飯店哪些東西可以帶回家 那當然像這種牙刷牙膏 你也是可以帶回家啦 對牙刷牙膏 刮鬍 浴帽 然後棉花棒這些 就是一次性的用品的部分的話呢 如果說飯店的話呢 有提供 也是可以帶回家的 但是這邊的話呢 像拖鞋 拖鞋的部分的話呢 可以帶回家嗎 不行 其實說實在 也不能說完全不行啦 其實要看 但基本上大多是不行 大多數的部分的話呢 飯店的話呢 有可能會提供止拖鞋 就是很 不是很好穿的那一種 就是 可能一穿可能就快要破 或是半透明的那種 對 所以說實在的話那種 你也是不會想要帶回家 但是如果說有一些是度假飯店 他們的話呢 是會提供假腳拖 那假腳拖的部分的話呢 這個的話呢 就是有些飯店 是可以免費贈送給客人 這個的話呢 就可以帶回家 但是有一些飯店的部分的話呢 它不是免費贈送 這邊的話呢 可能就是到時候 就是你們要去問過飯店 到底能不能帶走 你們才能做決定這樣 包含現在有些飯店 它那個洗衣袋 也是不能帶走的喔 嗯 洗衣袋的部分的話呢 雖然是看起來像那個 塑膠袋而已 但是他們的話呢 也是就是也是重複利用啦 所以這邊的話呢 洗衣袋的部分 有時候是可以 有時候的話呢 基本上大多數的話呢 都是不能帶走的居多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飯店裡的某一樣東西 對 有些飯店他們有在販售啊 對可以花錢買啦 對對對 就不要直接這樣帶走喔 對 我真的最誇張的話呢 有人帶過那個遙控器 但是這個的話呢 真的有點久了 可是為什麼要帶遙控器啊 是剛好加另一個遙控器 然後又剛好跟他家同一個品牌嗎 沒有啦 這真的是許久年前 因為我畢竟帶頭比較久了嘛 所以在還沒有出現 智慧型手機之前 我們的那個手機的部分的話呢 也是一樣是按鍵的 撥號的 所以這邊真的是比較久了啦 真的 就是那個他以為 就是他是拿到他的手機 結果是沒想到是拿到飯店裡的空氣 對 對 沒錯 最後幫大家統計一下 到底哪些東西可以帶呢 譬如說一次性的那種 牙刷牙膏啊 刮鬍刀啊 或者是浴帽 但其實要再提醒大家 因為其實現在真的蠻多 飯店沒有再主動提供了 嗯 那不能帶的呢 不能帶的部分的話呢 當然就是像他的 不是一次性的備品啦 不是一次性的備品 基本上都是不能帶走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 筷子壺啦 遙控器啦 然後冷氣的遙控器啦 或者是枕頭啦 那個毛巾啦 這些是全部都是不能帶走的 那剛剛有講到拖鞋的部分 拖鞋的話呢 就是可能要入過飯店 就是如果說是那種夾腳拖 真的覺得很好穿 對 很好穿 對 這個的話呢就是可以問一下飯店 是能不能帶走 或者是需要購買的這樣子 嗯 那這集就跟大家分享到這囉 掰掰